欢迎来到我们分享科学概念的科学微学习频道 库鲁病是一种罕见的致命性神经系统疾病 于1950年代首次在巴布亚新吉内亚的福尔人身上被发现 它是一种传染性海绵状脑病TSE 也称为软病毒病 是由大脑中异常的软病毒蛋白积累引起的 库鲁病现在非常罕见 因为福尔人的传统习俗已经基本根除 这种疾病首先由澳大利亚医生Guy Dusek发现 他观察到这种疾病主要影响福尔人的妇女和儿童 并通过同类相识传播 作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 福尔人有吃掉一顾亲属的大脑和其他器官的传统 正是通过这种做法传播了疾病 Kuru这个名字来自福尔茨 意思是颤抖或颤抖 他描述了该疾病的主要症状之一 库鲁病的症状通常在接触一场软病毒蛋白数年后出现 最初的症状包括头痛、关节痛和发伤 随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例如振颤失去协调能力和行走困难 随着疾病的进展 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痴呆并最终导致死亡 通常在症状出现后的一年内 库鲁病是由于大脑中软病毒蛋白异常积累 导致脑组织形成微小孔洞所致 软病毒蛋白被认为会导致其他正常蛋白质 发生错误折叠并在大脑中积聚 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损害 库鲁病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治疗以支持疗法为主 重点是减轻症状让患者感到舒适 库鲁病的根除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富儿人传统习俗的改变 包括停止同类相识和引入更卫生的埋葬习俗 这些新做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库鲁病的传播 并且该病的发病率自1960年代以来急剧下降 尽管库鲁病现在非常罕见 但它仍然是科学家研究软病毒病的重要研究领域 库鲁病、科亚式病、风牛病等软病毒病 都是由于大脑中异常的软病毒蛋白堆积所致 在病理和传播途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了解软病毒疾病背后的机制 并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也可能对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产生影响 总之 库鲁病是一种罕见且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 通过改变富二人的传统习俗与基本根除 虽然这种疾病现在非常罕见 但它仍然是研究软病毒疾病的科学家的 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因为它提供了对这些疾病机制 和潜在治疗方法的见解 对这些疾病的研究领域